这一位呢在日本登上热搜 现在是日本要向台湾学习的时代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Prissey沙掌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沙掌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为防疫最近让我在台湾感受到的文化冲击 那为什么说是最近呢 因为我自己也来台湾有十年以上了 那我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 真的有超级多的文化冲击 有很多让我不习惯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 就因为我是从日本来的关系 我以前在学校也有被欺负过等等 但我也没有因此就讨厌台湾 总之我在台湾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那这些以前的故事 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文化冲击 改天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有这么多的文化冲击 我都克服过来了 就一点小事情是吓不倒我的 也是觉得自己已经就是见怪不怪了这样 但是最近让我在台湾 真的有非常大的文化冲击 那就是在防疫上台湾所做出的事情 真的是在台湾生活这一两个月 深深体会跟深深冲击到 那第一个就是口罩供需资讯平台 那我要跟大家说 这真的是一个社会的创新 这个真的是超级超级厉害的 相信大家最近应该有看过 而且它很厉害的是资讯非常的完善 有及时口罩地图啊 还有啊口罩的热度图 然后呢居然还有厉害到 还可以加资讯耶 还有这一种个人化的服务 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点进去那些药局啊店家就可以看到 诶成人用的口罩剩多少 小朋友用的口罩剩多少 而且这个数量都非常的准 听说他们资讯是每30秒就更新一次 真的是超级准确的 而且我收到很多网友的留言跟我讲说 他们用了这个平台 不用排队就顺利的买到了口罩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没有想到台湾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地步 真的是太佩服了 还有机管局的钻石公主号游客警示地图 那我对于台湾人重视防疫的这件事情 是感到非常的钦佩跟惊讶的 因为大家可能有看到 日本队钻石公主号游客的采取方式就是 就地解散这样子 在台湾的话非常严格 除了船上的人一定要接受检验 需要被隔离之外 就连游客的行李都要接受检查 然后要经过14天之后才能够归还给主人 就连行李都这样 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因为老实说 以前SARS在台湾流行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在日本还没有来台湾 所以我没有经历过SARS那段期间的可怕 一般日本人也都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我自己本来也完全没有这种防疫的观念 也是我来台湾之后第一次感受到防疫的重要性 那这个伟大的口罩供需平台 幕后的主力是台湾IQ180的天才大臣唐凤 这一位呢在日本登上热搜 所以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跟他的人现在在日本超红的 登上日本的热搜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那日本媒体也大赞这个政务委员的唐凤 跟民间工程师所携手打造的这个平台 那日媒是报道说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站查询口罩购买地点 可以得知成人跟孩童用的口罩存货 那这个网站呢还是在短短几天内被开发完成 并向大众公开 还有卫福部机关署推出的LINE官方账号机关家 以及也可以透过iPhone、Siri等工具查询到 口罩相关购买资讯的方法都大为赞赏 也除了让民众轻易得知钻石公主号的游客 曾经在哪些地方行动之外呢 这位唐凤也对假讯息迅速做出反应 让民众不去相信错误的讯息 就还顾虑到这边我觉得也非常的周到厉害 那这位唐凤现在是全世界的焦点 我觉得也是个台湾之光了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到底是多么天才的人呢 这位唐凤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学城市设计 然后在15岁的时候他就中措去创业 所以就是没有读完国中喔 然后到了19岁也到美国的戏骨去创业 太厉害了 然后也有担任过美国的苹果啊 世界各地的IT企业的顾问 那在2019年1月的时候被美国外交政策期刊 选为年度百大思想家之一 那这位唐凤已经在日本的推特上面变成新闻头条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我看到很多日本网友的讨论这边念一下 有人说 别人的IT大臣是38岁天才 我们的是70多岁老人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官员 缺乏想法缺乏危机管理 日本落后台湾 还有日本人说 现在是日本要向台湾学习的时代了 看到台北的地下街地下铁 都市高速铁道的设施 动线设计安全 情报系统都做得比日本还要好 感到很钦佩 那唐凤这一位也非常的特别 他有三个史上第一的事情 第一个 史上最年少 史上第一个中错生 史上第一个跨性别人物 那唐凤这一位也是包容多样性的台湾的象征人物 那唐凤以及台湾的许多工程师共同开发的这个平台呢 不只是美国还有很多国家 听到台湾成功实作了这一套系统也都非常感兴趣 而且很多的应用程式的资料都是公开原始码 大家可以直接在网路上看到台湾的实作过程 不需要问过台湾可以直接拿去用 也就是说完全无赏免费授权给各国 我觉得这表现了台湾人的大方跟气度 还有一个日本人的讨论 我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中肯人 这边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文章中 IQ180的天才是 第一个中学中错 第二个承认自己是跨性别人物 第三个在入阁的时候 在性别记录栏上面写上无 在现今的日本当中 像他这样子类型的人物入阁 是几乎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让像他这种类型的人入阁 拥有这样子一个舞台的事情事实本身 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是完全这么认为 这位网友把我想要说的话都帮我打出来了 因为我自己也了解日本社会 那日本社会就真的比较拘谨一点 传统的日本企业跟现在新兴的企业 那种公司的风气就会差很多 那如果又牵扯到像官僚的话 那种传统风格的样子 我大概也是可想而知 那我认为这个也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部分 而且我认为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像这样子的日本社会 在很多层面也会有好的影响 日本的这种眼睛在某些事情上面 也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它也可能是构成了在大家心目中 日本文化看起来如此迷人的要素之一 那我觉得文化可能会一体两面 在某些事情上面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 又在某些地方带来的影响又是负面的 有点难解释 我想要讲的是说 在你喜欢的文化当中 它也有可能是你所不喜欢的文化去促成形成的 那这位高效率 IQ180的天才大臣在日本爆红的时候 日本的IT大臣他就一直被比较 那他也是有点可怜 那这位日本的IT大臣他是78岁 而且他的背景也跟IT是比较冲突的 他是那个 硬章 硬章一连会章 虽然被比较有点可怜 但是当别人问他说 他没问题吗的时候 他却又说 平常的twitter啊 那些社群网站我都自己发布 自己操作都没问题 就他这样子的回答 真的有点让人担心 而且很容易被别人讲话 那这位唐凤也有受日本媒体的采访 那我觉得他的回答也很有智慧耶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日本把他跟日本自己的IT大臣 做年龄的比较是有一点不太公平的 还说了 就算是同一个IT大臣 在日本与台湾担任的工作者角色 跟内容也都是不一样的 他说像台湾的科学技术部的研究人员 或大臣们 都是跟他的父亲是差不多年纪 都是六七十岁的高龄者 但是他们都拥有非常创新的思维 而且他也很谦虚的说 若谈论到农业等产业 经济领域 跟IT的关联面的话 台湾还是不及日本 台湾还是需要从日本身上 学习非常多的东西 那日本媒体也问到 如果越来越科技化 然后有些人跟不上科技 像是一些老年人的话怎么办呢 唐凤的回应是说 数位科技的技术应该要更谦虚才是 要贴近人们 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个恩惠才是 并不是一直要求第一 破目标一定要顶尖 不该一昧的追求技术竞争 而产出跟不上的人们 而是要思考怎么样的技术 可以涉及多少的人才是重要的 所以说高龄者面对IT社会 他们没有必要改变他们的任何地方 反倒是IT才正应该要被调整成 更亲近人们的样子 哇那我看到这一个回答 觉得实在是太有智慧了 台湾有这样子谦虚 又为大众想的人真是太好了 那我再分享一下 这一两个月我去了哪些地方 那些地方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 让我吓到的事情 首先是咖啡厅 就连进一个咖啡厅 它会帮你量体温 然后会喷两下那个酒精让你消毒 我想说哇 这件事情真的是吓到我了 因为 加剧本应该 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台湾的大家 或许是理所当然 当然当然是吓到我了 而且我跟日本的朋友讲 他们也吓到了 就说哇 这么严谨 就是每一位的防疫意识都很高 啊对 而且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呢 是我近期听到 让我最震撼的一句话了 就是 台湾会说 防疫如同作战 我听到这句话就是 哇 就是真的有 吓到的感觉耶 因为刚刚有讲到 就是我本身 没有经历过那些SARS 所以 就防疫观念跟一般的日本人一样 就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真的超级震撼的 想说哇 真的 台湾真的是非常严谨的在对待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是在日本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口号出现 还有第二个 就是展览 我还跟朋友去了 勇闯金字塔的展览 也是一样需要量体温跟消毒手 然后呢 我还去了电影院 就是一开始 还没有感觉这么严重的时候 不过那时候 的人 已经就非常非常的少了 然后在我的身旁 有去看电影的人 就只有一个我认识的日本爸爸 就好像 这个日本人真的 就意识比较低一点 但是我现在就连健身房都不敢去了 所以就变成白白缴费 可是都没有去好浪费钱哦 然后再来是 我有去 这个除毛雷射 那这个除毛雷射在我要去的前一天 他就发信告知我说 如果有任何发烧啊 咳嗽啊 等身体不适的情况的话 要麻烦改约 还有说欢迎全程戴口罩 就是也呼吁大家要戴口罩这样子 那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讯息也有吓到 哇 连这种雷射除毛店也这么的注重 而且重点是这间雷射除毛是 日本的公司 是日本来台湾开的 然后有做出这样子的资讯 我就在想说 虽然他是从日本来的 但是在日本国内的话 他应该没有对顾客有这样子的呼吁 再来就是广告 不管是电视广告还是YouTube广告 都会在播一些如何洗手啊 如何防疫啊 的一些教学的影片耶 我真的是这一点真的吓到了 我想说哇 怎么这么多广告都是在教导人民 呼吁人民 那我就觉得 我处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 我不提高我的意识也不行耶 我觉得这个效果很好 就会自然而然的 提高自己的那种警觉危机意识的感觉 再来就是店家 几乎我去外面的所有店家的店员们 他们现在服务客人都是戴着口罩在服务的 这点我也是觉得很好 因为就算你自己不担心 别人也有可能会担心 所以就我也变成在教日文课的时候 我也都是全身戴着口罩 再来就是工作的取消 哇我这一两个月真的是所有的什么开会啊 工作啊任何案子啊 全部取消耶 然后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超级超级惊讶的 因为像台湾的朋友也会告诉我说 他们在公司的连小小的会议开会 都全部取消 哇那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很惊讶 所以我就跟我日本朋友讲 哦他们也超级惊讶的 就说哇这么彻底 所以那个好奇的想要问一下大家 这些事情呢对于大家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吗 还是说有人也跟我一样是感到惊讶的呢 那当年SARS发生的时候也是有这些事情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谢谢 那再来就是我买的东西倒不了货 那我买的东西呢也算是台湾的东西 但是它里面有一点点的配件 是中国字 结果因为这样子货呢 已经延误了一个多月 都还没有送达到我这边来 大家也有买东西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再来就是LINE的朋友群发 不是长辈文哦 就是朋友啊都会传一些防疫的观念啊 然后最新的资讯呢 都和大家互相分享耶 而且不是只有长辈哦 而且是年轻人 会做这样子的群发转发 提醒身旁的亲朋好友 所以呢 因为大家防疫意识都很高的关系 好像就算不看新闻 也都可以从朋友身上了解各种事情的感觉 再来就是我矫正牙齿 所以我有去看牙医 那进牙医呢 就是一样有量体温跟消毒手之外 他还给我填一个表单 吓我一跳 给大家参考看一下 这表单还问的很详细耶 是有医疗行为的地方会特别的这样子吗 那最后就是我在台湾的店家点了炸鸡块 在店里内用 但是我在吃的时候 那个外皮不小心卡到我的喉咙 我就 就差不多这样子的音量 就是 两下而已哦 结果所有店里面内用的人都这样 就转头来看我 然后 后来我觉得 有点可怕 就有点不好意思 就我就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就继续吃 而且大家还是看了我几秒钟 就是确定我没事了 然后才开始就是自己吃起来这样子 好 那以上这些就是我最近在台湾感受到的文化冲击 那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有没有什么惊讶的地方 或者是你在其他国家的文化冲击 欢迎告诉我 那如果觉得影片有趣的话 麻烦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哦 也别忘记订阅跟按铃铛 然后每天有用Facebook 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资讯 这三个平台分享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们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欢迎看看 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拜拜 而且他很厉害的是资讯非常的完善 而且他很厉害的是资讯非常的完 而且 而且他很厉害的是资讯非常的 非常 而且他 而且他很厉害 而且他很厉害的是资讯非常的完善 而且他很厉害的是资讯非常的完善 那这个网站 我觉得也是台湾 很厉害的 一分钟 我们一起去做 吃饭 那这里有一五个小铅 你看到这里 这次是 attention